大家好,我是阿柴 今天又填了一个坑,和各位分享一下 那就是FC版的蝙蝠侠 这款游戏我在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 在街机厅,也不能算是街机厅 是那种人家家庭里面的一台FC 一小时两块钱 在人家家体验过 当时只玩了一两关 因为这个游戏太难 现在我玩的这是无限版 生命无限,子弹无限 可以放开手撒开用 但就算是这么玩 最后我也没有通关 好像是到了第四关的第几关 跳来跳去的实在是不想再跳了 太麻烦,就彻底气坑了 要不然我在心里面还觉得这是一款我未完成的一款好游戏 这游戏它有四个键 拳分单拳和连拳 这个连拳很好用 跳分单跳和连跳 连跳是小跳 单跳是大跳 然后左上角是写格 那P那是写槽 这是无限生命版 写槽一直是满的 上面那是武器 默认是手 是拳头 这个连拳是很有威力的 然后按一下开始键 就会切换武器 切换道具 默认是拳 按一下开始键 变成回旋标 这个回旋标也很好用 再按一下开始键 变成枪 再按一下 变成那种散弹枪 那个散弹枪覆盖面大一些 但是它的威力要小一些 那时候玩这款游戏 是没有这种无限版的 经常用的就是连拳 特别是蹲下来连拳 伤害特别大 而且输出很快 其次就是回旋标 来打那种稍远距离的敌人 这款是FC游戏 任天堂的八位机 我用了NES mini的渲染器 这也属于CRT的一种 但是隔行抽线不是很明显 另外我是在4K显示器上用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用4K分辨率来录制的 当时这款游戏的分辨率很低 现在拉成了4K分辨率 加上渲染器 我感觉效果还不错 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把这款游戏给忘记了 那天看RM模拟器的游戏清单 无意间找到了这款游戏 试了一下 特别是第一关 因为第一关太熟悉了 每次玩都是第一关 这款游戏也太难了 也可能是我首餐 不对 我就是首餐 关于这款游戏 我就说这么多 剩下的各位想看就看吧 这游戏有点长 我也是主要是作为回忆 因为怎么玩都有什么东西 都忘记了 但第一关我还是记得 在当时没有修改器的情况下 也玩到了第二关 好 各位慢慢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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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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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